内浮的极致 喝有机姜粉泥 内热盐真的可以做到极致 就是姜 第一个 选品质 我在台湾以前也用过很多 秘乳的有机姜 我自己也亲自用 效果比其他的姜大四倍 你用其他的姜不一定有效 好 第一个确定了之后 再来姜有各种用法 比如说有姜汤姜粉 姜粉泥 如果以内热源来讲 重点温温热热 你要做的就是温热的吃 好 那你想想看姜丸你会煮来吃吗 不会 那这样姜丸就不适合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分析 其实水分以少不以多啊 多了也是一个负担 降大吗 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这样想来想去 最适合我们患者的就是怎么样 姜粉泥 然后这样又有什么好处 你看你把姜粉泥煮好了 既可以外用也可以内热 一次就解决了 再也不复杂了 我们的志工的最大问题 就是可以帮助人家 但帮助不了自己 那如果我们也改变我们的习惯 每一天 何嘉宁呀 以后就是这样 我以后也会改变哦 我不是今天口说无评哦 那 如果有一些人哦 喝兴趣就会很痛苦 那表示他体质很寒 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体伤啊 体伤还要按热源才能吸收 正常的是这里也热 慢慢热 慢慢热 然后就是下去 然后持续我的时间 应该有半个小时 我还是寒 这个不能改变我的体质的寒 只能说减少寒 寒 那长期如果能够照这样做下来 就可以达到你体质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哦 这一件事对原始点的发展 也是别迹意义 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也就是大家都在用姜 但有没有用到极致 就像以前大家在用外热源 那有没有用到极致一样 重要的是大家怎么样 要入食 我们现在把这10克的姜粉 倒在这个小的容器里面 刚刚好装满 我们这边有各种容器 不管你用什么容器 记得我们都要1比10的水 假设我现在是用这个容器 那要1比10的水量 所以我现在就用10杯的水 一杯 两杯 三杯 十杯 好 这是1比10 我们现在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可以用小锅子把它煮开 或者放到微波炉里面 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我们这碗有机姜粉泥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 一口气喝完 因为一口气喝完 比较顺口 不会觉得辣辣的 那服用过后呢 暂时不要喝水 这样的效果特别好 请老师来喝这碗姜粉泥 哇 这个姜粉泥还热热的 喝完现在喉咙这里热热的 然后感觉这里也开始热了 现在热到这里 感觉是舒服的 然后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里 这一段 还蛮热的 很好 感觉是好 谢谢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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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老师